我們先跟老師介紹這個游標怎麼變大之後 您就從這個開始按下去 只要是Windows 10 1903以後 1903更新是什麼時候 應該是去年就有了 所以底度上如果您的電腦都有更新的話 應該都會有 那您找到控制台 控制台這邊 進來 有沒有一個滑鼠跟 印表機的 點下去 好找到滑鼠 以前我們都是用這一種 這個 以前我們都用這個 去做調整 可是我必須講 這個就算超大 還是不夠大 所以呢 我們現在不用這個 改用上面這個 有沒有 調整滑鼠 游標大小按下去 各位 這樣可以更大這裡 有沒有 有沒有 你大概差不多七八應該就蠻大隻的 因為養太肥有時候會干擾你喔 再來是什麼 您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可以遍布壓顏色 你可以改變心情好嗎 這樣是上課的時候都很清楚 尤其如果教室 一般教室 可能同學做比較後面 優標自動都看得很清楚 因為老師如果是用那個雷射筆氣的時候真的效果不好 那您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大部分都是用七八左右就夠了 那您就稍微調整一下 就這麼簡單 這個是Windows內建 Win10才有 如果您的不適肯就沒辦法 他變到該變成熟的就會變成熟啊 你怎麼那麼在意 一定要變成熟呢 滑鼠就是滑鼠 你要把他想他就是滑鼠 所以 會有漏斗的就是還在跑的 該有的都有 只是比較大隻而已 嘿就是這樣子 這樣老師都會了吧 OK 好好好 所以這個先交代完了 這樣老師可以認命了嗎 可以認真申請帳號了嗎 哈哈哈